大女儿确诊 全身酸痛在哭 一边还有小儿子 儿子鼻涕醒不完 一家四个人通通都确诊 医院开了十几包药 不仅如此 确诊妈妈还一度病情恶化 呼吸困难 紧急叫救护车送一急救 一家人怎么会染疫 矛头指向小儿子救毒的幼儿园 他们真的不能这样隐匿 当面问了园长 这位确诊同学 他礼拜一不是有来上课吗 我说进校门前体温异常 就让他回家了 所以他并没有来啊 他有去 而且我这边有监视器的资料 就是这间台南六甲幼儿园 监视器打脸原方 确诊孩子发病前一天4月25号 明明家长骑机车带着孩子上学 直到下午5点多 也到学校载孩子离开 另外体温登记表 孩子也有记录体温正常 代表着确诊前一天 还有在学校活动 按照防疫标准 26号一直到孩子确诊 应该就要立即停课 结果幼儿园没动作 还继续上课 4月28只有确诊者当班停课 4月29才全校开始停课 至少20个以上 他没有进校园 所以连教室什么都没有进去 对对对对对 这个认定是要卫生所他们才能认定 原方说没有接到卫生所匡列通知 进一步追问没有立即停课的事情 透过对讲机达非所问 而卫生局也已经展开调查 幼儿园出现确诊者 没有立即停课 造成传染链持续扩散 从幼儿进入到家庭 一家子染疫的情况 至少超过20人以上 幼儿园的得过且过做法 让家长们没办法认同 TVBS新闻鼓手昌 谈谈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